美感不是一種天生的技能 而是後天開發的感受力 不早覺得是我覺得植物美學裡面最佳的代表 哈囉各位朋友好 我是Sabrina 也就是秦華露苑的小編 那這支是我下定決心 我要開始進YT頻道 那這是我們第一支場影片 那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所的主題 那最近啊因為冬天變冷了 所以我們把冷氣房裡面所有的陸角角 全部都拿出來佈置在溫室 那現在是我覺得最漂亮的時候 因為在這個角落裡面一覽無遺 各式形態的陸角角 哈囉那大家看到的這面牆啊 我們佈置的初衷是我們把各式各樣的形態 再把它參雜在一起 所以這面牆我們大概總共搬了三天有 就這樣移來一去 那目前整個故事下來是 有把珠如背形跟這種爪蛙往下垂墜的 還有這種奧影 我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畫面的話是之前比較少見的 因為之前都是大家分散在各個地方 有些要住冷房 有些需要住在有西塞的地方 那目前冬天的大家全部聚在一起 是我覺得最美的畫面 嘿!Sabrina 聽說你們琴花露苑有收藏三顆非常漂亮的賽爾索 對吧?那今天可不可以帶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顆賽爾索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陸角角裡面最經典的品種賽爾索 可以看到這三隻都是賽爾索 有沒有覺得形態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來源都不一樣 這兩顆的來源是來自日本 那這顆是跟台灣的賣家買的 那這三顆的形態啊 是我覺得非常漂亮 還有截然不同的特徵 像這顆就是我們最常講到的高冠的賽爾索 現在他準備沖冠了 我們很期待可以看到 他這一輪再準備沖上去 這一隻的話也是我們的小驚喜 他的手特別的短 那可是之前啊一度快斷頭了 因為他的手很厚重 他現在終於臉包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是到了最完美的形態 這一株就有點奇特了 這一株你可以看他整體型態 好像算三顆裡面最小的 賽爾索在以前的話也是神魯的一種 就是價格非常的高 後來啊經過了主賠有TC之後呢 所以他的價格就落到幾千塊 大家都可以很輕易入手的評價入 我們是在去年的時候 那看到母豬的形態覺得很漂亮 所以也是下定決心花了重金把他帶回來 雖然有了主賠 到我們也是花了十幾二十倍的價格 當初買了他的色牙回來 我覺得這色牙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很適合玩家們去追求他的終極形態 那可以看到這三株都是賽爾索 那他的形態表現最終極的展現 還是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我覺得他美的東西都是會感動人的 那你知道這顆是什麼嗎? 這顆看起來就是有六大神獸諸如爪哇的FU 那我這樣看起來我猜啊 他不是NANO就是ONG對吧? 對 從這個角度看你就是最容易分辨他 他的業背是橘紅色 ONG的形態真的跟玉女或細菌的話 做出有很大的辨識度 那我可以看一下 最近我最喜歡的一株 可以看到他旁邊的色眼已經夠大顆了 那這一株也就是六大神獸裡面之一的ONG 那這一株的話他的年齡大概是 兩歲半到三歲左右 因為我們帶回來的時候是亞成株 這一株也是我們溫室裡面唯一一株成株的ONG 也是我們家的寶貝 那最近呢到了這個季節 溫度很合適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不斷的生側芽了 那我覺得這一株目前看起來已經是需要拆下來的階段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拆吧 來順便做一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集就拆這麼珍貴的路角節 各位觀眾真的是有眼福啊 那我們就走吧 Let's go 好 首先的話師傅這邊會先用剪刀把釣魚線全部先剪斷 然後就這樣直接插進去深入到裡面 我們就注意不要傷到牙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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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你看他的根系很飽滿 然後他的手邊牙墊 再不拆的話就要擠牙道 這時候其實蠻適合上班 打開 那我們拆第二牙 的小驚喜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營養液下面還超多牙墊的 那這個要怎麼拆呢 那這個要怎麼拆呢 營養 全部我們要整個在 到時候會入爪 入爪 這牙蠻高難度的耶 再邊邊那個最難拆 我目前還沒看過就是 插進去 這種這種拆牙的那個 是我應該就沒辦法處理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 對 大家可以看到他旁邊還有很多小的牙墊 還是說就要很小心地去避開他們 喔他根系都扎到裡面了 我們這一牙拆下來大家可以看到他後面 這一條一條的就是他的根系 他的根系真的蠻出狀的 然後這一牙已經達到可以上版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他整個型態 我們這一株準備來當我們的預備母本 但拆下來之後大家要小心一個部分是 其實拆下來徹牙旁邊還有一點帶帶著很多牙點 所以千萬不要去摸到他 在這邊我帶大家看一下 一點點毛茸茸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用鑷子把它夾起來 另外露盆 你看到這顆形態 他小時候夜背的那個橘紅色就非常明顯 那我們拆完徹牙之後啊 要做幾個動作來保護我們的蜘蛛 首先的話就是要把它的去除掉的水苔全部補回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補線 以防它整個母豬會掉落 相信師傅現在在做的動作是因為 之前我們有把就業全部都修掉 然後它修掉之後那邊有一段路 然後我擦一點空洞 那它這時候看到的話趕快先補一點水苔上去 我覺得鹿角的最好玩就是 大家都會說側牙怎麼來的 那側牙就是它媽媽的根系啊 足夠成熟之後髒髒髒髒髒髒 髒到外面接觸到空氣就會形成一個側牙 那它這個補線的話 就不會像是第一次上板現補的那麼密集 因為它的根系已經很飽滿 已經有攀附到這個蛇木板上面 那我們青瓜陸院上板的方式啊 主要是十二點鐘方向跟六點鐘方向 會各鎖一顆裸釘 那我們主要是以上下的模式來做上板 那我們家選用釣魚繩是用五號的釣魚繩 那因為太細的話會割手 這個粗度是覺得最剛好 但是釣魚繩的優點就在於 它是透明的它看不到 所以看起來整體的話就很像是 它自然的附著在板子上 這就是我們剛剛從OMG上面拆下來的側椅啊 那這個側椅啊旁邊還連帶著好幾個牙點 那現在的話我們就會直接把它勾下來 這裡有一牙 你看這裡有一牙 那就這樣把它下來之後 保留它的原始根系 像這樣子 那我們家的話 這種小牙點我們都會養在這種培養圖裡面 就不帶珍珠石的 跟大家推薦的就是 像是這種比較細微的工啊 建議大家可以去那種美妝店 買這種女生專用的粉刺夾 之前我們是用一般的小夾子 但它沒有那麼精細 那後來就發現其實女生這種美容用品啊 做的超精細 你可以看到它的密合度也很夠 這非常好用 建議大家可以用自己 然後可以看到這一盒的話 我們上面就會寫上OMG跟今天的日期 那就是它今天拆下來的小鴨店 我們在這裡面這樣用落光癢 悶香癢 大概一個月後它就會長得非常快 這是我們發現最好用的方式 一般我都會建議把這個就業剪掉 其實我覺得剪就業是很多人覺得最困難的事情 因為都會很捨不得剪 對 確實 尤其還是六大神獸的OMG 這一刀下去就幾千塊了 大家很敢收 它都會直接把那種用不到或做的 就直接果斷一點把它修剪掉 對 確實 因為這樣子修剪貨後 它後續的生長才會讓它的型態更好 更漂亮 或者會影響到妨礙到牙鐵生長 因為像豬乳的話 它生長空間本身就小 所以它很容易擠壓到自己的牙鏈 造成自己的牙鏈被覆蓋 然後會被壓到 那這就是大家看到OMG拆完牙的樣子 該補的水它也都補上去 那拆下來的牙根系夠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板或是入盆 那如果是那種很小很小一點點的牙點 等一下會帶到片段給大家看 我們會把它入盆 然後前面的兩個粥呢 我們會放在落光處讓它恢復 因為其實如果你這時候 直接給它很大的光照的話 它會很容易就死掉 拆完牙之後 我們就要來幫它做整理 那我們家的鹿角爵都會幫他們做一些調整 就像是我們人類戴牙套的感覺 去幫它拉線 讓它整體的形態是對稱的 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如何用口罩線做一個拉繩的部分 首先呢 因為鹿角爵上面啊 有很多的絨毛 那我們之前有試過直接用鐵線去做調整 但是因為鐵線啊 會傷害到它們的頁面 就會蠻心疼的 後來是因為很多前輩有跟我們教導 他說可以用口罩繩 口罩繩其實非常的柔軟 然後彈性也很夠 像是我們平常大家戴口罩也不會傷耳朵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好的建議 那繩子剪下來之後呢 我們會拿一條鋁線 那鋁線就拿一個老虎鉗 去幫它做一個鉤子的部分 然後是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一個繩子去套到你想拉的地方 在這裡做個打結 鉤住 插到水苔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來跟大家示範一次 那今天的話 因為我們想要拉的是這個部分 想讓它整個手再對稱一點 那首先我會直接從這裡穿過 那穿過來之後呢 把它這裡打個結 然後這時候我想要往這邊這個方向拉 但繩子還有一點太長 拉力不夠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轉三圈 轉個兩圈 然後往下拉 插到水苔平拉進去 插 可以調看看它的拉力 那如果拉力不夠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再轉一圈 它甚至就縮短 鹿角椎拉伸的話 就像是我們人類戴牙套的感覺 你就慢慢的 些微的去給它出一點力 大概一兩個月 它的形態就會固定 看一下 剛剛看完ONG 從分岔很多的這種很像珊瑚的系列 帶到這種超級白皙的褲角椎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招牌珍珠黃貨 那珍珠黃貨這一品的話 它就算之前沒有登陽 也是超級無敵的白皙 它現在的形態變化跟去年差了非常多 在半年前啊 它的孢吉夜還是短短的 尾班都還沒有分岔到拉長 現在這半年啊 它長到這裡之後 它的裂尾慢慢不然拉長之後 其實非常的浪漫 有點有種細緻感 那可以從這個角度看 遠處這樣看下來的話 又像一個很白皙很柔美的 一個美人嗎 楊貴妃 而且好玩的 其實它最近真的出包子夜了 等了好久 沒有它其實前幾輪幾乎都沒有 然後到了這次終於有跑出來了 但還沒成熟 但我們很期待可以播出它的特別品 同樣是白皙美人的 還有另外一品是白色天堂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品 它也是非常的白皙 但它分俏的型態跟珍珠黃貨又很不一樣 它是向兩邊往旁邊俏 然後分俏的感覺是比較粗獷一點的 有很浪漫的名字 白色天堂 然後加上它的型態也終於出來了 但它比較怕熱一點 它對於夏天或熱到會比較容易激情夜 這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的一個點 但這兩株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可以看到其實真的很浪漫 分俏多的鹿角椎有一種魅力 那這種白皙的又有一種很柔美的吸引力 羊這種白蛙最重要的就是它白毛的保護 那大家可以看到手上這一瓶是珍珠皇后的側牙 像這顆的話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白毛就不小心磨掉了 這就是我們在運送的時候啊 中間沒有去塞棉花 它這樣的礦度就會讓它的白毛掉了 那鹿角椎的毛掉了就不會再長回來是非常珍貴 所以要保濕的很白皙呢 就是澆水的時候你不要去用水柱沖它 還有溫度的控制跟光效的控制 最重要的是要很呵護很呵護它 不然它有一點的刮傷 它就會像是雪白的一片面 其實會想要建立YT頻道的初衷 是因為我有發現到其實我們很多的客人啊 或是陸友們 對於養殖上面大家都會互相交流 那我想把這些經驗做成一個會整 做成影片然後讓更多人了解 或是讓不管是前輩啊或是新什麼 大家都可以一起交流的地方 接下來的影片啊 我們會把所有我們在這邊養殖上好的經驗 跟不好的經驗跟任何事情都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常識的教學 所以之後大家如果有希望我們錄什麼的主題的話 也都可以跟我講 接下來下一集的話 主題是新手的Q&A問答 就是我會把最初階 剛開始接觸錄角角的所有問題 我這邊會做一個統整 那以最簡單的方式去跟大家講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也可以幫我多多推廣 未來我們會更努力的持續產出一些優質的影片給大家 掰掰 哈囉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這整個溫室大概兩個月修剪下來的 亮 其實錄角角真的是 就是它的葉子啊是持得非常的硬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分析是 我們以後真的是非常的強壯 然後這也蠻好玩的 像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葉子都不會是枯葉 那就算不是枯葉我們為了美觀還是把它收剪下來 你們只要不要一次性收剪太多 它都是可以接受的發霉 也蠻好玩的 已經累積一大折了 那我要來做一件天天我都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 錄角角其實最保護的就是它的龍毛 都很怕刮到它的葉子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說它這個白毛很療癒 你看到它 它真的是很密密麻麻 它原本顏色是這樣子 長了一層白毛 顏色色差點是很大的